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只入选2021金马奇幻影展喜剧万花筒单元项目 还成为芝加哥亚洲月动影展闭幕电影 很兴奋 因为就感觉一套港产片可以冲出去的感觉 然后就感觉很振奋 对 因为我觉得这个题材讲结婚 是不同地方都会有面对这个问题的 所以我也很想知道其他地方他们的人怎样是想 可以把我们这部电影去不同地方是我们这个荣西来的 在3月28号晚上因为爱离世的廖启志 是娱乐圈公认的实力派 对后辈也从不吝啬指导 面对这位影坛前辈突如其来的离开 以众后辈演员都感到非常不舍 我跟他有三次合作 我第一部当男主角的时候 他也是有来演出的 所以我特别记得 因为那部电影是一部很低成本的电影 基本上是没有钱的 但是他知道是很多新演员 新导演 他真的收了很少很少钱都会来帮忙 因为他知道香港年轻演员一定要帮忙 所以我觉得他真的是非常好的演员 但你没有和他合作过对吗 我没有合作过 但我们在典礼上见过 就感觉他是一个很好的前辈 他会对我们后辈一直说加油加油 就这样的很轻的一个感觉 他是一个非常好的前辈 因为他教我们很多的东西 然后就是他也来我的分离 就是我真的很喜欢他 所以他离开是真的很不舍的 我一直是很镇敬他 因为我是从小看他到大的 所以一直希望可以跟他合作 但是现在这个机会就真的没有了 所以就很遗憾 而和志书相识多年的田启文 这天出席首映里也有透露 志书申前遗愿 还答应对方一定会帮他完成最后心愿 因为这个是他的题材 他自己有感 有一个想法 要想拍一些人生的 所以他就写了这个剧本 但是他不是他自己写 他就找了他那些学生来 一块去创作 到了去年年底的时候 我认为时机成熟了 我就跟他说是可以去做了 但是就碰 这个天不从人愿 他有病了 所以我们就停下来 所以他在临走之前 就托付我 要我把这个事要做成 所以我也是当时也答应了 他一定会把这个事完成 干嘛